我一直哭 诶 你们的哭戏 谁的哭戏最厉害 哭得最快 能够马上哭出来的人 容易哭人 我觉得都还挺好 就是一到那个氛围 大家自然就哭出来了 怎么办呢 怎么去营造那个氛围 讲一些 真实的 就是有有勤匪嘛 有就是演爸妈的 老师就是他会把你带入到就是很容易 嗯 对 你们三个会比较吗 谁哭起来比较好看 这个我确实 有没有勤匪看回放吗 每次拍完一条之后 不敢看哭戏的回放 为什么 因为感觉哭得有点丑 我原来你觉得自己的哭戏怎么样 我也觉得我原来感觉觉得 哭的话就是感情的体现嘛 也没有说没丑 但是到这个情境的感情 没有在顾及这个演的时刻的回事 因为我已经对我的颜值放弃了 哈哈哈 千玺呢 千玺好像平时就一个比较 哭哭的形象 你容易哭吗 平时生活吗 呃 我们算是都不容易哭 都不容易哭 所以哭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 嗯 所以你怎么去让自己 能够在那个情境当中哭出来 嗯 就是 使劲在 就 使劲把自己想成是陈昊轩的朋友 哦 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 其实 我看完我们的预告片 巴 ange そ что 我对于在上一支 我跟我们拳 pergunta